好期待啊 是吧 二胡 我还挺 个人还挺喜欢的 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你 好的 有请我们的求职者 带来一段精彩的 二胡演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ife lessons clump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ll stick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d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 what you teach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it'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On the display간 cover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 will see what you think It's true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s this��给 you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You can't believe it's true Holocaust dematerial Velie 难得 我跟你讲 我录这个节目八年多了 从来没见过 要求翻唱 要求再来翻唱 你是唯一一个 被要求翻唱的人 你刚才演奏的这段曲子 曲名叫什么呀 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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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云和 我没听过 这样行不行 这个你给我们现场 这可能是你事先准备的 你现场来一段 可以 无伴奏的 而且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二拳音乐 好 二拳音乐怎么样 大卫哥哥 你可以配合我一下 我现在就是给一点表情 就是破坏 我以为 我以为我再给你旁边跪下 放个板什么的 不是 准备 咱们清拉一段二拳音乐 停不停 大卫马上要倒下去了 你还好吗 哥哥 我挺好的 我好是因为我觉得你演奏得好 我们再次给我们的求助者一点掌声 谢谢 我特别喜欢他有一点 就是我在其他演奏者身上很少看到的 就是他有塑造舞台 氛围故事情节的能力 这一点上是很多单纯的气乐演奏者 是实现不了的 是的 他通过他的语言表情 他的手 他是在讲故事的 他能控制这个故事特别特别的好 我给你总结一下 说明什么 说明他这一年五百场 不是浪得虚名 对 他的舞台经验非常丰富 对 他很懂得拿捏表演和表情之间的 这个配合的尺度 而且这件事我觉得特别证明什么呢 就这个女孩特别聪明 她从原来跳舞 然后到演奏 她刚才说鼓声也能教 其实我现在觉得 她不仅仅是未来要在新媒体行业 或者是这个演出经济这些行业 她缺一个跳板 或者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她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 她特别聪明 她的创新意识很强 她第一 她有专业性 但是在专业之外 她会去延展她的创造力 同时她的学习力还很好 就是她从舞蹈转到二胡 她是一直保持学习的素养 所以才有了后面那些结果 我觉得如果她回到职场 你清楚地知道你的定位 你把你这三项特质再发挥的话 也会做得特别棒 其实我倒在她这个表演完 二胡演奏以后 稍微又有一些纠结 我不知道刘登的企业家们 接下来怎么提供这个岗位 她现在这情况 因为其实我可能相对比较了解 因为我们是做活动 签下活动的 就是事实上我要先说 她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 其实是在这个演艺经济 这个行业 对 那么对于我们这种活动公司 我们很少会自己在公司 安排一个演艺经济 一般我们是有这个供应商 由他们去临时找这个演演出团体 据我所知除了我们这些体制内的演出机构之外 其实体制外很少有人是以这种 就是公司的形式长期地和演员做活作的 所以我觉得她如果以她过去的这个经验 进入到说活动公司 可能她的这个匹配度不是特别高 好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她在北京留下来的话 未来我们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就是你做这个主播也好 或者是演奏者也好 可能非常优秀 那么今天应聘的岗位是艺术策划 我们有很多在线的这个服务者 比如说从千里条长全国各地 从农村来的阿姨们 进到城市里边 她其实面对很多压力 你给他们能够去传播美的声音 那么这些都是通过在线来的 那么如果你加入我们公司 做这种的在线的艺术 欣赏的策划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半哥 我想插一句 我觉得你那个观点过时了 不是 怎么用一些普通的 你是普通的一些艺术形式 拿来可以促销 这种高压的艺术形式 怎么用拿来促销呢 不是促销 就是未来创造一个新的形式 我们以前只是在这个剧场里面 欣赏这样美的声音 那么千千万万 从全国各地来的保姆阿姨 她其实在进入家庭这个工作角色上 其实遇到了很多的压力 不 东哥 周围你在乐什么 东哥 您自己讲的时候不觉得可乐吗 我不是 我都实在忍不住了 不是不是 你说你请她过去 给千千万万个 从农村上来的保姆阿姨 然后拉着二拳音乐 让她们怀念家乡 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在意什么地方呢 其实她们 我们找了很多的心理舒缓的音乐 让她们在睡觉 就比如说休息的时候 晚上休息的时候 晚上休息的时候去听一些 我们治疗心理问题的音乐 那有心脉了 这样吧 这样吧 来 听我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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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叔 你给个大概其能让我们理解的岗位 对啊 这不需要 他就请一个人了 音乐疗愈师 对对对 施头哥说得很微的 音乐疗愈的策划 非常疗愈 音乐疗愈师 这事有什么可策划的 满网都是现成的音乐 这些阿姨们 我就把话搁到这儿 他们并不需要一个直播版的东西 给到他才能够疗愈他 你直接下载东西 就能够完成这个工作 东叔 如果你给的这个岗 大家确实是这个反应的话 我觉得咱就不必要 再说下去了 确实观众们也会觉得 稍微有一些奇怪 我们其实一直在探寻 一个新的岗位 叫做家庭心理疗愈的 治疗师的岗位 那么我看到这个女孩呢 她的音乐能够打动人 能够感染人 我就想 这个人如果到了工作的现场 她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建立一个轻松的 沟通的范围 那么这个岗位呢 可能是个新兴的岗位 在传统的岗位上没有 那么在很多的企业里面 越来越多的企业 愿意给那些跨界的人才 提供新的工作机会的可能 这就是我的冲突 东叔 你的东叔在 《非女牧师》舞台上 八年来 从来没犯过 今天这么样的错误 因为那一曲把它拿到我们了 所以这一块因人涉感 它是唯一一次犯这么错误 其实我觉得这个舞台 只有我跟苏老师 也就是说你非常有活气 他非常喜欢你 不管你再来做什么 他就喜欢你 仁慈阿姨 我知道你其实到北京来 就是想换一个新的空间 和舞台吧 对吧 而不是谋生这件事 刚才有 你其实今天那个岗位 甭管有没有适配 你有一个产品在身上 那个产品的叫场景 实际上大家也不要攻击段叔 段叔其实想考虑的是说 人或场际 它是成为一个场景 那些人会有一个更好的 心里的开心感与交流感 这个部分是可以用你的音乐流 来去做出新的产品的 互联网公司会 不断地会跟你去合作的 所以你不如把你的这个 在北京再搭一个班底 但是用新的方式运营它 好吧 来吧 接下来企业家们 综合我们求职者的表现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非常好 恭喜你 成功进入到你的最后一环节 韩潜不伤感情 来 有请我们的五位企业家 来 我们先从杜子健这边开始 杜老师 我的地址在上海 我的公司叫进行传媒 然后我觉得你实际上有两个优点 一 你是可以 已经是一个专业的主播了 但不是一个带户的专业主播 秀场主播你没问题了 但是你在秀场里 这个主播的经验 可以做一个好的主播主管 把你订的产品 是服装和化妆品这两个 然后底薪是一万 其中有两个提成 一 主管提成 二 你自己的销售提成 好 段东 道家集团给你的岗位是 艺术策划 在工作地点在北京 其实我给你的岗位 这是个挑战 如果来了以后呢 有面临的挑战是说 面对这样一群劳动者 你应该给他们提供 什么样的营养 那么能发挥的是你的专业 你的策划能力 你的市场的活动能力 但是呢具体做什么 需要你来了以后 才能真正地因你而涉岗 好 后来段东 还真的是对你充满希望 来 哈一 好 泰坦给你的职位 是品牌商务经理 薪资是一万五家 泰坦今年要在一百个城市 做会议 我们是科技型公司 我们是做数字超市的 我一直在想 泰坦缺一个什么东西 能让这些科技的展示 不要那么干 我在你身上找到了 就是缺点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 你很适合 小叶 营养文化能给的职位呢 是项目执行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 公关活动公司 就是线下的活动 那我们呢 服务世界五百强的企业 但是呢 因为你只有表演的经验 可能没有活动执行的经验 所以呢 我们只能从这个 相对基础的岗位给到你 亲您给你的是一个 亲您的娱乐主播 必须每天播多少时间 这个有要求 然后播出地点 我们前期肯定是到成都 因为成都我们好管控 好 谢谢老师 瑞聪 灭掉三盏灯 考虑一下 考虑好了 就出发吧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老师 谢谢 好 树鹤 段东和杜子健 进入到最后的PK当中 我们先从杜子健老师这边开始 来 杜老师 主播 主管 我会给你一个团队 主播那一块的整个业绩 就像你带你的这个 刚才的这个乐队一样 你来负责他们的人员管理 就是工作地点 我一定要去上海 是吗 而且要住在上海 好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段东这边 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 其实希望你能够 这是个新社的职位 我们希望给劳动者 传递美的声音 让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愉悦 可能你要一人多个角色 有主播 有策划 有组织在线的直播 各个角色 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到您的公司的发展空间 有多大 这个岗位是新社的岗位 那么为什么把你放在市场部呢 我们现在也签了一些 MSN的这个所谓的网红 是希望他能给我们的 这个到家服务 提供更多的知识 还有在线的营销的手段 所以你如果能够 一方面做好这个 艺术策划的工作 同时还能管理他们 可能是你未来做活动营销 或者市场营销 这样角色的一个好的出发点 好 孙日聪 接下来呢你要做出选择了 在到家集团和见解传媒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一并拒绝 谢谢 再见 考虑 开始 所以你的考虑和选择是 我选择放弃 谢谢 再见 这个选择我们想可能得问一下 我们的求职者了 我觉得段老师那边 我不是很明确 就是对于我的这个发展方向和位置 我觉得可能有点杂 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个新的 像老师说的 是一个新的一个岗位 一个位置 杜老师那边呢 杜老师这边我觉得 可能离我的要求还差一点 你的意向薪酬是两万 对 希望薪酬是两万 你算不出来吗 你这个 以你作为主播的一个专业度 他那里面的提成很高的 解释不解释 解释就是也是 好吧 既然求职者有了他的选择 我们也尊重他这样的选择 也希望你今后能够 我们能够在更多的演出场合当中 能够看到你精彩的表演 谢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谢谢大卫哥哥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